主日三分钟 章林奇 圣诞树 圣诞树是庆祝圣诞节不能缺少的装饰物 如果家里没有圣诞树 就好像大大减少了过节的气氛 关于圣诞树的来源 有很多种不同的传说 圣诞树的传说 在很久以前有一位农夫 在圣诞节那一天遇到一个穷苦的小朋友 他很热诚地接待这个小朋友 小朋友临走的时候 截断了一根虫枝插在地上 虫枝立即就变成一棵树 上面挂满了礼物 来答谢农夫的好意 圣诞树的起源 大约在十六世纪 德国人马丁路德 在一个圣诞节的晚上经过森林 他看见满天星星在丛林中闪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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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不先收 回到家里 他就在屋外面斩了一棵树 点了一些蜡烛 制成了第一棵圣诞树 中世纪初的张林旗 在欧洲的圣堂 或者城镇的广场 会上演一出名叫乐园剧的宗教戏剧 这个戏剧是讲述人类 由元祖父母在乐园的创造 直至到耶稣基督在白冷诞生期间的故事 在戏台上面总会有一棵挂满了苹果 象征乐园的大树 从此 欧洲人就开始了一个圣诞节的杂组 他们会将家里的乐园树挂满礼物 也点上蜡烛 你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 带领人类重返乐园 其实圣诞树是具有很丰富的基督宗教意义 它可以代表乐园中的树 基督十字架的生命树 也都代表若望中途在默示录中 提及自己在神事中体见的生命树 圣诞树通常会是常称的柏树或者松树 常称的柏树象征基督的永生和快乐 红色的小果象征牺牲 有刺的叶象征经济的冠冕 树顶的大猩猩是寓意 言是跟随这颗星找到耶稣 灼光就代表基督是世界的光 基督求你教导我们不单只欣赏 圣诞树表现的美丽 也能够领略它背后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